蜘蛛人看起来很穷又没有很强 那么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用见识的蜘蛛 来看蜘蛛人到底能有多强吧 蜘蛛要怎么知道他的蜘蛛要如何进贡呢 能不成他们是天生的蜘蛛兜手吗 蜘蛛人如果与蝙蝠想打架的话谁能赢呢 你好吗 欢迎来到迷路的真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蜘蛛人的新电影了呢 蜘蛛人看起来很穷又没有很强 那么小米今天要带大家用现实的蜘蛛 来看蜘蛛人到底能有多强吧 蜘蛛人最强的地方就是他的蜘蛛丝啦 蜘蛛丝主要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大狐狀现尸 第二种则是 等等等等先不要乖 对于这个资讯有兴趣的朋友 都欢迎到影片下方的资讯人查看哦 我们都知道蜘蛛丝很复杂又很厉害 在100nm的构成下会有许多非凡的物理特性 因此科学家认为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居士用途的防弹背心啊 或者是轻薄柔软又防水的保制品哦 除了像蜘蛛人一样将蜘蛛丝喷射出去 吸引并黏住猎物的流星垂蜘蛛以外 大部分用蜘蛛丝猎捕猎物的蜘蛛 都是将蜘蛛丝作为陷阱来守住待兔的 那我们就会想啦 蜘蛛要怎么知道它的蜘蛛网该如何建构呢 难不成它们是天生的建筑高手吗 目前多数的科学家认为 蜘蛛知道蜘蛛网该如何建构 主要来自于遗传以及演化 2019年的研究显示 古老的蜘蛛已经会使用结构单一的片状网来猎捕猎物 蜘蛛网的结构也会随着蜘蛛的演化而逐渐的进步 这代表着蜘蛛根本就是天生的建筑高手 超强的建筑种族 然而蜘蛛并不是只会使用一种蜘蛛网 或者是建构一种蜘蛛网喔 研究中显示 球形蜘蛛网就是作为猎捕陷阱来使用的 当蜘蛛发现它的蜘蛛网没有办法成功的猎捕猎物时 它就会更改蜘蛛网的结构 来让下一次更加有成功的几率喔 环境因素会影响蜘蛛编织蜘蛛网的时候的决定 比如说风太大的时候就会减少容易被风吹走的结构啊 不过需要怎样子的面积 蜘蛛网需要怎样子的结晶 亦或者网格需要怎样子的大小 都需要依照当地的环境而做更改 可以说是相当的客制化 这也展现了蜘蛛在编织蜘蛛网的时候 所需要的高超灵活度喔 最新的研究显示 蜘蛛在编织蜘蛛的时候会添加十字型的装饰 这十字型的装饰可以减少鸟类掠食者的攻击 确切来说是鸟类掠食者会去攻击这十字型的装饰 虽然目前不清楚确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但科学家认为可能是因为鸟类掠食者把十字型的装饰 与蜘蛛的本体看得太相近的关系 这是否也代表着蜘蛛已经开始学会了凝分身之术了呢 我们前面有讲说许多不同种的蜘蛛丝 蜘蛛在编织蜘蛛网的时候 可以灵活的运用这些不同种的蜘蛛丝来粘合 或者是稳固它的蜘蛛网结构喔 对以上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 查找相关的研究文献 这些研究文献有一些是包含着物理的测量 因此里面会有许多小米看也看不懂的数学公式 这部分小米就真的只能投降了 接下来我们来找找蜘蛛界的色源冠军吧 如果说蜘蛛中谁能射得最远 当然就是被大家闻书屏猪猪猪啦 像现代蜘蛛 Peony risky видим天 he说语音箱的雞 就是马公连強求包括秩蛛 大阿文樹鼻珠被發現可以在河上方建築它們的蜘蛛網 可以說是天生的劍橋高手 大阿文樹鼻珠被發現它們最遠的射程可以到25公尺 然而它們的體長胸性不過6毫米磁性也不過20毫米 如果等比例放大成170公分的男性蜘蛛人的話 它們的射程可能就可以高達2公里了呢 那是否代表著蜘蛛人在噴射蜘蛛師來跳躍的時候其實是都很保留體力的呢 小明在看完這個紀錄片之後覺得蜘蛛噴射蜘蛛師的樣子很漂亮也很療癒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蜘蛛人如果與蝙蝠俠打架的話誰能贏呢 科學家認為蜘蛛其實有獵捕蝙蝠的能力 這篇研究中科學家蒐集了52篇的研究報告 其中23篇是已經發表的報告 主要是由分析相片與實地觀察的結果 它們發現除了南極州以外 其實各州都有蜘蛛獵捕蝙蝠的報告喔 其中77%分布在熱帶 13%分布在亞熱帶 科學家認為這可能跟會吃蝙蝠的蜘蛛 主要分布在熱帶以及亞熱帶有關 它們還詳細統計了參與其中的蜘蛛以及蝙蝠的品種 這邊小明就不一一舉例啦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影片下方的 資訊欄裡查找相關的研究文献喔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學家認為獵捕並不代表捕蝙蝠 換句話來說就是 蜘蛛可能是把蝙蝠當成DNO去攻擊或獵捕 並沒有吃掉的意思 會這麼說主要是科學家並沒有在這些報告中 確實的發現蜘蛛會去養或者是吃掉蝙蝠 蝙蝠會死亡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非捕蝠的死亡 比如說被蜘蛛困住沒有辦法吃飯 所以就脫水啊或者是餓死啊之類的 科學家發現相較於其他的掠食者而言 蜘蛛導致的蝙蝠死亡其實是很罕見的 目前所知的蜘蛛主要還是以昆蟲為主要的食物來源 所以啊蜘蛛雖然不會特別招惹蝙蝠 但還是有能力獵捕蝙蝠的 就算是不同的時空蝙蝠俠還是要注意 不要惹蜘蛛人不開心 不然還是有可能成為他的妄想王魂喔 今天迷路的真相就到這邊啦 小迷看完後發現蜘蛛真的搶我太多啦 下輩子乾脆來做蜘蛛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點擊訂閱和喜歡 並追蹤我們的FB粉絲專頁 迷路團隊感謝您與我們一起用科學文獻 以及知識的方式探尋迷路的真相 我是小迷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